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观想的实修法当中讲业因果 业因果分三个方面 不善业 善业还有一切都是业的自信 首先讲不善业的话 生不善业 欲不善业 义不善业 这个生不善业我们都知道 杀生不语气邪淫这三种 我们要观想如果作杀生 当然杀生有灯流果和异熟果 还有食用果等很多的果报 但其中我们简单而言 杀生的果报不能转生到什么众生当中去 它会躲病断命 他所生的环境也极为粗糙 具有危险 悬崖 深渊等等这样的地方 当然前面感受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这是异熟果这是杀生的果报 所以我们也应该好好地想着 然后不欲趣的话它的业果也会让我们转生到一些经常 遭受种种的冰雹 天灾人火 还有一些饥荒 灾难 地水火风等等 种种的灾难以及贫穷的 这种非常贫乏的环境当中去感受痛苦 还有它的异熟果会转生到地狱 饿鬼 旁生里面去 这是不欲趣的果报 也要我们心里面一直这样想 造不欲趣的果报 然后最后造的邪因 邪因很多人即生当中 夫妻不合还有怨敌也是特别多 自己所享用的这种全部都是给别人抢走了 偷走了 还要转生到一些肮脏不堪的物理当中 离语里面转生到这样 同时也会感受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邪因也是多善恶趣的痛苦 所以我们下面要观修的时候要发持内心的 就要发心 下决心 我以前造了如是多身体的不善种业 从现在开始要断除这些恶业 要行持善法 一定要断除这种不善业 这样来观想 最终就是回向善根